休息時間已到 本席宣布繼續開會 那接著就是由我們民進黨團發言 民進黨團請發言 計時開始 好 請發言 好 謝謝主席 韓市長 其實我們市府團隊大家早安 那我想市長距離七年 108年9月26日到今天109年的5月4號 市長直辭有220天沒有到過議會報告過 那我想近來因為武漢疫情的席檢全球 造成人類的一個恐慌 及空前會有經濟的一個陷入危機 那民進黨團兩次的跨黨派連署 希望能夠召開臨時會 那都在國民黨陳信委員會多數的表決 一致停會 那我想這一點我要替市長說 國民黨確實不懂市長的心 市長因為對疫情的一個防疫 及紓困的重要 想要藉由議會的平台 來表達向市民朋友 先導紓困以及防疫的重要 可惜這個國民黨不懂市長的心 一直把你阻擋在門外 那今天終於可以看到市長來接受民進黨團 及各政黨的一個執行跟答覆 那我首先幾個議題要來救教市長 那針對防疫及振興經濟以及市政的推動 那我想這一些在我們中央陳時中部長領導的團隊 以及我們市政府的潛力配合 能夠讓疫情得以欺反 那也是天佑台灣 能夠在這一次的全球 這個武漢疫情裡面 稍微的能夠做好 而且能夠躲過這樣的一個浩劫 那我想的是天佑高雄 那雖然人民逃過了疫病 那接下來的生活的一個維持 我想是後續 我們要見請市政府來做提早部署 有關百工百業的一個振興 經濟及產業的護師 這樣的工作 我們也期待市府的相關基礎 能夠做最好的提前部署 我想這是第一個議題 那等一下第二個議題 我們就請市長合併來答覆 第二個議題 J203的火警事件 不管是大發工業區的廠房 以及民宅的火警 我們都要在這邊 向我們辛苦的疫情消 表達最大的敬意跟感謝 那民宅的部分 我們也在這邊表示 對五個寶貴的生命表示哀悼 那因為腿窗的一個事件 即報導 因為家莊的腿窗 讓逃生不容易 那我想這跟治安 警察局長的治安有相當大的一個連結性 人民對治安產生了疑慮 所以說家莊的腿窗 我想這樣的一個日後 是不是能夠在治安方面 能夠加強宣導 讓高雄市 讓市民能夠得到驕傲 讓高雄能夠成為一個遺跡的城市 讓每一位市民都能夠感覺 居住在高雄 是一個安全遺跡的城市 那接下來是大發工業區 J2的一個火警 早上八點 那下午五點都發生 首先第一場是八點 我們在可林蔚 這個蘇伊士的一個資源公司 因為混化爐的抵渣存放 造成了問題 那第二個下午五點 也是一個回縮廠 這個資源回縮的一個堆砌的場地 管理問題 我想這兩個火警 都是跟這個廢棄物的存放管理 發生的重大問題 那這個是環保局 是不是要針對這樣的一個調查報告 給我們黨團 給我們在地的議員 做一個最好的回覆 這是一個發生的 幸好沒有人命來發生 那僅止於火警 那我想雖然說沒有人命 但是事關這個靈岩大寮 空氣中充滿了的一個漫天的 這個濃煙 造成人體很大的危害 那我想見請市長 與相關急速能夠做好 最好的環位 那我請市長來做一個答覆 簡單就好 這是我們黨團繼續問 請市長最後再來中答 現在是民進黨團來做這個黨團的質詢 我想全世界上方的距離 必然是對這個質詢席到市長席 市長已經221天沒有進市議會報告 結果本來開10天臨時會 並3天3天並半天 既然連個別議員的質詢都被剝奪 我想民進黨團在這裡要最強烈的譴責 我相信市長也很想念議會 也很想跟大家議員個別來討論 但是沒有這個機會 我相信這是高雄市議會 一個最大的恥辱 所以今天韓市長來 200多天沒看到你了 你欠市民三個道歉 第一個道歉 你沒有要來議會 不進議會 你要跟市民公開誠心表達道歉 第二個道歉 你在這一段防疫的期間 製造恐慌 你剛剛說市民不要恐慌 但是我認為說最大的恐慌的來源 是來自你 所以你製造恐慌 你是不是要市民投資 第三個就是說 你的這個二倍金 第二一倍金的使用 現在才過四個月 今年才過三分之一 四億的二倍金 你已經用掉了八成 80.9% 那其中如果你用來做防疫 用來做紓困 來照顧我們市民的生計 或是做防疫的補貼 或是說做經濟的振興 我們沒話說的 但是你這個用掉八成裡面 既然達到一席啦 我幫你算過 一條 這除了是支付給我的 三千五百十七萬 佔10.8% 你這個用來做防疫 二倍金用光81% 那其中只有10.8% 在做防疫的使用 我覺得這個是不及格的啦 剛剛市長你特補 又特四十萬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 人你長大辦冰推嘛 昨天你才做冰推演練啦 那冰推演練 這個是製造市民的恐慌耶 那你又在你的報告裡面去提到說 你要恢復我們市民消費的信心 你又希望說在這種指揮中心解除 開設之後要怎麼樣大家出來消費 你的這個整個策略是錯亂的嘛 在五一連假的時候 你們衛生局叫大家在在家 大家都不要出門 現在很緊張的 你把高雄市當作武漢啦 你把高雄市民大家都動作八道 但是你的金發局 你的觀光局卻勸大家 鼓勵大家要出來消費 要出來觀光 所以我搞不清楚 到底你的策略是什麼 是要讓市民安心 還是要讓人人自為 這點指揮中 你才要想清楚啊 當然我知道你要利用這個疫情啊 來得到一些政治的利益啦 你不要去想那些 你如果這樣做不好 你作為高雄的防疫指揮官 請你不要製造恐慌 不管你要用普篩啦 用冰推啦 食冰演練啦 葉金川前署長也有說啊 他說這個封城兵推 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超超前部署啊 陳建仁副總統 他也有說 他說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讓我們的台灣人民 可以恢復到一個不敢說完全正常 你要正常可能要有疫苗 要有解藥出來 但是起碼回到一個半正常的生活狀態嘛 這樣不太有辦法經濟振興 你要振興 你就是要讓市民可以安心嘛 你有安心的生活 我們才有辦法振興嘛 我想這個市長你應該要同意 在防疫的部分 不要製造恐慌 紓困的部分 我們盡量配合中用的 剛才你的報告裡面 多少都是中用的啦 除了暖心計畫一條三千幾萬 你二倍金有用在那裡 但是全部只用了一層啦 市長你的二倍金已經用到八層 你知不知道 那其他當然還有 天災要準備金的 那你如果後面呢 後面如果剛才要弄 現在的巡視來要弄 還是你像說你現在 醫療市長在處理 你如果時間到了你就要跑了 你不可以有這種不負責任的心態 二倍金是救命錢 二倍金你如果用在 我們受疫情影響的勞工 我們的產業上面 但是怎麼可以這樣亂用 是吧 二倍金可以這樣亂用嗎 你請你打一聲用在這個地方 在之前我們爭取無薪加藥補貼 新聞局說企護沒錢 我說用二倍金來指引到沒辦法 他說沒錢 所以我才覺得奇怪 我們去調資料嘛 結果二倍金變得這樣亂用 你欠市民一個道歉啊 市長你要不要跟市民三個道歉 不建議會要道歉 二倍金亂用要道歉 製造恐慌要道歉 那你不要恐嚇高雄市民嘛 高雄是人最討厭的 最厭惡的 就是被恐嚇啊 但是我覺得你做一連串的 包括兵推 食兵演練 你現在不敢講封城啊 你現在說社區感染啊 但是台灣目前的狀況 有達到社區感染的一個程度嗎 並沒有嘛 這中央這位中心也說得很清楚啊 那就算要封城也不是我們地方首長決定的 蘇貞昌院長李華宜也有說 他說這是 全國一致性的標準啊 是中央來認定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辦兵退什麼意思呢 你後來很快 你如果辦市場 有你在拆那些看板的效率那麼快 我相信我們民進黨團也很放心啊 所以市長 是不是請你要還給高雄市民三個道歉 針對你的二倍金亂用 針對你不斷的製造恐慌 以及針對你不進議會 你看做成這麼大的問題 你要不要還市民三個道歉 市長你沒要說 市長你有要跟市民投票嗎 三個道歉嘛 你的二倍金亂用嘛 你這個已經四個月用掉八成了嘛 你不斷的製造恐慌 這個是背道而馳的啊 你只要經濟振興 你不斷在製造市民 會怕贏的時候要再振興 請主席 請市長站起來好不好 那請韓市長針對剛剛我們韓市村議員 以及我們陳志忠議員的詢問請答詢 是不是願意還市民三個道歉 非常感謝民進黨黨團的指教 針對剛才韓總召所提出來的大發工業區 我現在是在說三個道歉的部分 你剛才不是說叫我全部聽完你們的總職 我怎麼沒說了呢 我怎麼還有志宏議員 文議員呢 謝謝 是不是那三個道歉 你是不是可以聲聲給市民啊 製造恐慌 二倍金亂用 阿哥你沒有要這次的議員 這個報恩 我想提出三個感謝 第一個感謝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 你有要道歉嗎 你的二倍金融你防疫只一聲而已 我想提出三個感謝 你現在已經用掉了八成啦 那你不給市民 以為你叫我站起來 不然我講還是 阿你要道歉嗎 你請說 我先提出三個感謝 感謝中央在整個 從一月二十五號到現在 全國指揮這個防疫可圈可點 第二個感謝高雄市政府的所有的同仁 跟高雄市的醫護人員全力的投入 第三感謝議會 給我們市政府這個機會 來向大家報告 好市長 阿你要三個道歉 你有要跟市民說嗎 謝謝 三個感謝 謝謝 你沒要道歉你就請客嘛 道歉講不出來嗎 來 教育子 韓市長 你就是這種態度 明明做錯事情 製造恐慌 市民反彈 你不願意面對市民 對你的各項的指教 就是這種態度 造成現在市民大規模的反撲 市長 就在六月六號 最新的民調顯示說 有65%的人 會出去投下罷免票 先不論他投下同意或不同意的票 有65% 多少人呢 換算公民數是150萬人 即將走到投開票所去投票 107年在選市長的時候 高雄市有1823個投開票所 選委會中選會耳提面命 希望趕快去出借一些投開票所 4月22號1513個 但是後來呢 教育局 民政局 發了一些限制令 一下說學校只能借兩個 以下說只能限制借公家機關 一路呢 到10月30號只有1,182個 市長 這是個數學問題 同個地方 同樣的投票時間 同樣的人潮 投票所減少 就代表人潮排隊會增加嘛 這是一個增加群聚風險的可能性啊 這並不是對於防疫有任何幫助的一些作為 造成現在高雄市民不斷的反彈 我看中選會做一些要求 教育局吳局長不滿啊 提了六點聲明 裡面講什麼 學校的設立與存在 是為了孩子 不是為了提供教育學以外功能使用 我覺得很可笑耶 吳局長在講這種話的時候 沒有想到說 你落跑選總統 今年1月11號投總統票的時候 市民不是就在學校投開票所 有投票嗎 前兩天統測五月中即將學測 也是使用學校的空間來進行考試啊 代表說只要防疫的工作確實到位 就可以保障公民權 這是憲法保障每一個人 擁有選舉跟罷免同等的權利 那現在呢 用這種行動干擾的手段 讓高雄市的市民民主無法落實下去 公民權被剝奪 前兩天我看到中選會主委南下 也發了聲明 也說 這個罷免投票要比到市長選舉1823個 我知道說上禮拜五 今天學校收到一些公文要來出界 陳雄文副市長 你是副市長 身兼選委會的主委 我請教一下 中選會有說明天5月5號 就是必須把投開票所 出現 接到1823個 請教一下到今天為止 現在高雄市的投開票所已經接到幾個了 請副市長回答 還在繼續的恰恰 這是什麼效率 昨天放假 你沒有辦法去馬上了解嗎 早上來不用了解嗎 中選委講說5月5號 馬上要公告確定的投開票所 你都沒有辦法馬上了解嗎 意思是不是到現在為止 還是1182個投開票所 短少600多個 這樣呢 真的有利防疫嗎 數學問題加加減減 層層出出 很簡單 就是會造成人潮聚集更多 報議員啊 你要是要談數學問題的話 我不跟你談數學問題 講說現在幾個 不是 你剛剛要跟我談數學問題 好 你坐下 你坐下 我了解了 我了解 請你坐下 請你坐下 陳副市長 陳主委 請你坐下 你的身兼兩個角色 造成整個高雄市的選務混亂 到底是陳主委 放任教育局吳局長 民政局曹局長 來杯葛陳副市長 還是陳副市長 要求他們兩個局處首長 來杯葛高雄市的選務呢 市長 我給你具體要求 你是市長 現在兩個局長 都用一些行政干擾的手段 造成現在高雄市的公民權 被剝奪了 已經有違憲之語 請市長當場承諾 你可不可以當場才是 只要市政府所管轄的機關學校空間 任何需要出界在6月6號投票 這件事情空間借用上面 你承諾 所有都可以出界 今天就做到可不可以 請市長回答 達到1823個喔 市長 請回答 那時間請暫停喔 本席呼籲請民進黨團的議員 針對此次的專案報告做詢問 主席 這個跟疫情非常有關係 只要投開票所越少 人口群聚就會越多 這很簡單數學問題 好 那時間請繼續 請市長回答 那市長請針對防疫的問題進行答詢 謝謝主席 謝謝民進黨團 謝謝林議員 防疫問題 我們非常怕群聚感染 就像各位自己 20幾位民進黨議員 自己左看右看 不是 市長你不用再繞圈圈了 你只要講說同意還是不同意 讓投開票所公平對等 可以達到防疫的作為 借到1823個就好了 你當場才是兩個局長就會做 收回他們之前的限制命令 可不可以當場同意 市府一切的作為一定是依法 我給你要求的不是沒有違法法律 是要求你依法沒有錯 你現在連同意跟不同意 都不敢說 到底可不可以出借市府所管轄的空間 達到1823個投開票所 可不可以 可以 不可以 林議員 容許我跟你報告一下 今天是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同意不同意 這個跟防疫都有相關 你不要再繞圈圈了 第二點 我本人是當事人 基於這兩點 我都不太適合回答這問題 非常感謝 好 來 市長 接下來10分鐘 我可不可以請你就站起來 陪我們站到最後 因為我都會問你問題好不好 市長請站起來 可以嗎 來 主席才示一下吧 你問完他要答詢 他一定站著答詢 你先請問 來 好 站起來嘛 來 先放影片來 市長請看 再補充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第一線 高雄市的醫護人員4000多位 市政府這邊已經把預算都準備好了 我們希望這4000多位防護人員 立刻開始全面幫他們做一次裁檢 另外環保局 警察局 民政局 社會局 海洋局 第一線 所有我們市政府的工作夥伴 工作同仁 總共加起來大概有8000多人到9000人左右 我們第一階段希望為了保護 我們高雄市的醫護人員 希望全面幫他們做一次篩檢 好 來 市長 這句話是你親口說的 有沒有錯 請你答應 是不是你說的 請市長答應 你就站著了啦 是的 市長好 來 跟議員報告一下 等一下你回答事與不是就好 來 還有還有還有 麥給 來 放一下 第一個問題 醫護人員全面篩選 我們沒有這樣說過 這是不是也是你講的 你就站著啦 這是不是也是你講的啦 是與不是嘛 應該都是嘛 沒有人偽裝你嘛 市長 為什麼你依然在說謊 4月22號的記者會 你說要全面譜篩 4月25號你說你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 這個就是你說謊 我請問市長 你知不知道肺炎防疫醫療相關背景的專業人士有哪些 請你回答 你站著趕快回答 你知不知道你是一級開設總指揮官 到現在你到底知不知道 肺炎防疫醫療專業相關人士有哪些背景 你知不知道 趕快回答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我告訴你 主席你要不要財政請他趕快回答 這防疫耶 要不要回答啦 總指揮官你要不要回答 你到底知不知道 請回答 請還是想答覆 謝謝黃議員 雖然你的聲音很大聲 但是並不代表我有說謊 好啦你先回答這一題 你到底是哪些專業人士啊 我們針對高雄市第一線防疫的 第一線比較高風險的人員 專業相關背景人士有哪些人 你先回答我 在負壓病房 負責專職的病房 你不要 我剛才這個問題我先讓我講完好嗎 快講 另外一點 市政府同仁所投入的海洋局有70位 我的老天爺啊 市長 交通局有4位 你真的是扯到 有4位 社會局有228位 快結束了 來我告訴你 來 我告訴你 防疫專業相關人士 如果第一指揮官不曉得你要去請教誰 我告訴你 感染科醫師 胸腔科醫師 感染醫師人員 護理師 醫檢師 醫方師 或者公衛背景 或者是流行病學背景的專業人士 這個是你應該去徵詢的 結果市長 第一段影片 4月22號 你去跟所謂的高雄民間防疫聯盟成員開了個記者會 他的七大訴求 你幾乎照單全收 看一下 這個民間防疫聯盟的成員 他們的背景 有新國際理論與實驗中心召集人 有全國交通運輸產業公會理事長 有高雄市人民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公會理事長 有成功大學臺文信教授 裡面勉強跟肺炎防疫相關 站上邊的是麻醉科 是骨科 是職能治療師 是精神科 跟我剛剛所告訴你的專業相關人士 一點變都沒有 這個就是 你把它放為最高指導原則的民間防疫聯盟 還是他們來幫你背書 你如果要找背書人員 請找專業相關人員 如果你連這樣的資訊都沒有 你真是潰當高雄市防疫中心的總指揮官 我告訴你 高雄市目前 11間的採檢醫院 實驗室可以做的只有4間 做肺炎檢測 設備不足沒有辦法做 可以做哪四間 高一 榮種 一大長根 目前為止 高雄市可以自行 檢驗的量 也大概450件 我們目前還是做 PCR 病毒核酸定序的方式 一梯大概要4個小時左右 縱使高雄市 全部做一天要450個 才有辦法做完 你一次 一開始想要全面普篩 後來你改口了 以為大家反彈 認為這樣子是草包 不夠專業 你要普篩 你要先看我們高雄市的 技術能力實驗室有沒有辦法負荷 第二個有沒有意義 如果這些技術能力達不到 也沒有意義 你要做什麼 難道要像民間防疫聯盟所講的 趕快去買快篩試劑 我要告訴你 快篩試劑準確率非常的低 偽陽性偽陰性更嚴重 你身要製造恐慌 醫療破口 現階段的特殊嚴重傳染肺炎 有一定的症狀需要檢測 有臨床條件 有檢驗條件 有流行病學條件 有通報定義 有疾病分類 我知道你都不知道啦 所以我列給你看 如果有這些症狀的 就我們現在醫療體系 立即處理 這是SOP流程 檢體採檢重驗 也有非常清楚SOP流程 這個是讓民眾安心 醫療體系製成一個系統 來幫全民把關 結果你居然希望 醫護人員全面普檢 我要告訴你 如果你這樣沒有症狀 就將醫護人員 普篩的後遺症有什麼 如果是偽陽性 他要不要隔離 如果是偽陰性 你會不會造成他掉以輕心 延護救醫 如果是陰性反應 醫護人員每天還是第一接觸感染源 感染的風險天天存在 難道每天都採檢嗎 如果沒有辦法天天篩檢 那對醫護人員的普篩意義就不大 事實上是不可能天天篩檢 市長 這個就是你跟民間 防疫人員所開出來的結論 還開記者會 市長何謂冰推你知不知道 你是國防專家 冰推你不知道什麼叫冰推 請市長回答 市長不回答 請韓市長答覆 什麼叫冰推 何謂委員我再重複一遍 我覺得你講諮詢這麼大聲 並不代表我要承認你講話 什麼叫冰推啦 好啦你如果不知道冰推我告訴你啦 針對你剛剛所說的 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要澄清一下 好你請坐 我們跟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你請坐 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我告訴你你請坐啦 你如果不想回答的問題 我就不讓你回答 你如果要 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何謂冰推 冰推就是冰期推演 你扭曲了太多 當你冰推的時候 你就是在執行冰期推演 來 你的民間防疫人員 來你再去說謊沒關係來 你的民間所謂的防疫人員 他的七大訴求 第一個 封城冰推 你居然在4月20號 跟他一起開記者會 他的訴求第一 就是封城冰推 你到現在還不承認說 你的冰推的罪死原意 就是採納他們意見 一起開的記者會 縱使叫冰推 我告訴你什麼叫冰推 冰推來自於國防專業用詞 你的民間防疫人員 這些 這些成員告訴你 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這些是你冰推的演練 當你 模擬所謂冰推 兩軍對峙 突發狀況 大規模發生的時候 你才需要冰推 現在所有的症狀 尤其SOP流程 請照著中央指示去做 如果你認為 縮小 社區感染 不叫做封城冰推演論 那你就是 枉費裡面國防 冰推的最大的目的就是 把所有可能的情況 把它設想出來 最後就是要封城 你到現在還拒絕 你要什麼頭 你到現在拒絕說 你是為了封城 來做冰推演練 這些東西 1月25號 高雄中心一集開設 5月3日以前 你冰推的內容 高雄市政府都沒有演練過嗎 這些日子高雄市政府在空轉嗎 那些明明就是一般的SOP 那個充其量 只叫做演練 那叫防災演練 你覺得把它用成冰推 我告訴你 市長 防疫不是製造恐慌 你用所有的名詞 來製造人民的恐慌 把人民恐慌拉到最極限 韓市長 降帥無能累死三軍 防疫不專業 你道聽途說 你還濫用防疫資源 你造成社會恐慌 這個就是你現在的所作所為 請你好好的反省 你如何在你剩下時間 當一個稱職的高雄市長 幫高雄市人民 做好最好的防疫工作 不要專業收割 中央的 好 謝謝民進黨團 那個接著我們請 五黨團結聯盟黨團發言 請準備 好 請問準備好了嗎 好 請五黨團結聯盟發言 請計時開始 好 謝謝主席 市長 各位區處處長 各位議事同仁 大家好 首先 首先 剛剛看到議員在執行 聲量也蠻大的 本席可能聲量比較少 市長你要注意聽 在整個紓困 我們看到余會的會員 在我们农委会是有补助一个月一万 针对这样是它最高上限 是三个月等同是三万 为何独中渔民 我们农民朋友一直在问本席 所有的全国的参加农保有107万 包含实际工作的农民人数有300多万 为何只有农业这方面没有一个纾困补助 还有就这方面也包含农业 我们看到休闲序幕渔业 都有在旧待案 都有一年免息的一个政策 是不是农委会忘记农民的存在 北枪在这边也借着一世殿堂 呼吁我们农委会 我们是不是要一体试用 包含农民的农保 包含农民在旧待案 一个免息的一个政策 希望我们市长 以及相关我们农业局长 在这方面能够多以琢磨 不要让农民觉得在选完 以后对农民的重视普遍不足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看到 现在包括花卉 畜牧 水产方面 农业方面 蔬果方面 都是普遍下降 因为外销量 在中国大陆以及新加坡加拿大 普遍性因为疫情的影响 也希望高雄市政府 有一个因应的对策 包含对我们公有的高雄市 公有的果菜市场 肉品市场 还有鱼产市场 这方面的手续会 是不是建议中央能够来补助 免收市场的手续费用 以上请市长答复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朱信强议员这么关心农民团体 的确 市政府这边对于我们农民的权益问题 还有农产品外销的问题 销售问题 我们非常的担心 也非常的关切 那事实上 农业局这边的措施 在国内的通路部分 我们已经上了高雄市首选平台 那结合 还有其他相关国内的通路 推出 类似像一日农夫啊 这些体验活动 还有我们媒合的很多企业 以及团购高雄市政府 我们高雄市所土产的一些水果 这些方面 我们都来一支协助农民团体 希望他们能销售好的价格 那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去年的外销非常漂亮 一张亮丽的成绩单 今年我们很担心 但是还是有相关的外销 还是持续在做 只是我们很希望能够达到去年的成绩 这一点跟朱信强议员来报告 那至于农委会 帮助农民补助的一个月的一万块钱 那我们是觉得 农民团体 肚子朝地 背朝天 几十年的耕种农地 希望农委会能够重宽考量 农民农业农村 现在面临到非常大的困难 听到您所咨询的 我想我们心里面对农民的关切都是一样的 我们也希望 我个人 我们也会透过农业局的向中央农委会来反映 我们高雄市农民目前在疫情的情况之下 是非常的困难 能够希望中央能够大量来帮助 在这段困难的过程协助我们农民团体 谢谢 好 谢谢市长 市长 刚才看到你的报告 有该补助的 第一桌的 或是寄程车业 运输业 旅游业 都已经有了 可是 目前桃园有针对 接送 切诊人员的第一线 消防医护人员 有提出 编列奖励金 提升 基层紧销 的士气 请问市长 你这个 针对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思考一下 要不要激励一下 我们第一线的 红户人员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就是另外 针对 公务人员 若是因工 需要隔离 我们市政府 有没有 腾个地方 出来让他们隔离 当然 不包括 金锦销 就是针对我们 事务团队的 公务人员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 是针对 学校 现在疫情 如果没有 那个 海经的事故 应该是 疫情比较 趋缓了 市长 是我可以叫教育局 把学校 所关闭的 户外空间 可以 定期的开放 定期的开放 比如说 你开放 星期六 星期日 然后星期一 再消毒一下 让市民 有足够的空间 运动 运动 也是防疫的一种 以上是本期建议 请市长简单的回答一下 谢谢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 三会议员的咨询 特别跟您报告一下 其他县市对第一线 医疗人员的感谢 还有奖助金 奖励金等等 我们刚刚市政府 也愿意从善如流 我们能够 给我们第一线 医护人员 更好的照顾 我们一定乐意做 这是您关心的 第二点 同时要跟 三会议员报告 刚才 民进党执询的 那个 黄议员执询 是错误的 我们是两场 除了民间防疫小组 来跟我们谈话之外 前面还有一场 就是高雄市的 医师公会 高雄市的 中医师公会 高院市的 牙医师公会 李市长 联合来拜访 座谈 他们提出 他们心中的担心 以及他们工作上面 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等等 我跟我们的卫生局长 跟他们一起谈 那个时候 我们就发自内心的 感谢他们 因为第一线的 医护人员 的确是 非常的高风险 所以我们才在想 怎么感谢他们 我们是不是 第一线的人员 加上市府的 海洋局警察 就这些 总共加起来 第一阶段 帮这些高风险 医护人员 采取志愿性质的 他们来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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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检 然后去做检查 市政府来付这笔费用 刚才我很遗憾 就是 上述 黄议员 资讯的时候 他们没有讲到这一段 我们是跟 医师公会面对面 作谈 他说他们回到家 他们自己也有家人 他们心理压力很大 我们才 我才跟 卫生局长讲 我们怎么感谢他们 还有市府的 同仁 我们怎么来 感谢这些 加起来将近有八千多位 合起来 我们分两阶段 因为我们是心存感谢的 还要报警中央 河北 而且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封城 我们都是做社区的演习 我们很怕社区感染 会扩散 针对学校的部分 这边教育局来评估 本来本土疫情 如果都是一直趋零的话 缓和下来 我们也很乐意 包括学校开放 文化局所属的 一些相关的展馆 也能够开放 只要疫情能缓和 我们非常乐意这样做 可是今天一看 又增加势力 而且这势力 让我们警惕的是 他们前面 几次的采样都是阴 后面在转阳 那这让我们害怕是说 会不会遇到一些 没有症状 但是他本身是一个 超级传播者 一直不停地在传染周边的人 我们很担心这个 但是我可以跟社会议员保证 如果本土传染 一直始终是零的话 我们跟教育局这边协商 让学校的空间 可以开放 让社区的民众使用 我们非常希望如此做 只要疫情 能够安全控制之下 非常乐意这样做 至于公务人员 谢谢你 关心我们市政府的公务人员 目前为止我们有防疫旅馆 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公教人员 可以来进驻 那这一点 以上三点跟三会议员报告 谢谢 谢谢 市长 我们的大家长 副议长 大家辛苦了 我们府会的团队 一直为了我们市政在努力 我们五党联盟 特别于我们副议长的领导 以及我们市长的领导 特别的在这里 肯定一下 另外我们五党联盟 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后疫情时代 我们的地方经济怎么带动 那有前几天的我们的钱贵 KTV的大火 以及我们民医 赖院长的一个家属的火灾 以及我们刚刚民进党 总召关心的我们的大辽的 这个废弃物处理厂的一个火灾事件 我们联想到我们的后疫情时代 我们的经济怎么样来努力 那有关我们大林浦 我们的新循环材料园区目前的进度如何 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所有的工厂的一个用地的取得 以及我们两万多户的居民的一个迁移 一个大的一个影响 那有关于这个工业安全的一个防患 以及新材料园区的大林浦千春案的一个进度如何 请市长简单的答复 谢谢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我们春京议员关切 现在其实我也是非常担心 我们很多事情都采取了超前部署 包括一级的开设 之后所有市政府的人员调动 然后整个卫生局从大年初一到现在都没有休息 我们整个都在超前部署防疫 防疫 我们基本上全力来做完之后 我们就要担心经济问题 还有劳工权益的问题 再来担心的是治安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四月底 我们就开始实施了平安演习三个月 现在问题就是你的重点 将来疫情过后我们经济怎么恢复 我想我们经济恢复一样 不拖两句话 人要进来 祸要出去 所以为了要人进来 前几天我去看了桥头科学园区 也看了大发科学园区 人物公园区 我都去看了一下 我们现在 我们很大的一个重心 将来要放到桥头科学园区 它如何招商引资 能够空前的成功 所以我如何让人进来 也跟李孙金议员报告 去年高雄市来考察高雄市的投资环境的工商团体 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企业航号对高雄都表达了 想来看一看 有没有投资的机会 或者直接来投资 包括日本最大的建设公司 都已经来了 那因为这个建设公司 得到市政府很好的服务 现在另外一家日本建设公司 又来了 那我就不把他们的名字讲出来 那我们一路 帮他们服务 他们非常满意 不到两个月 就基本上他们申请的执照都下来 所以他们觉得公司政府的效率 非常的快 非常的有效率 我们现在把这些条件做好 那针对整个将来的招商引资 一个治安 我们平安演习抓好 再来交通 今天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到高雄考察 一个爱情摩天轮 早上下午 就是高铁下面的道路 我们如何把高铁下面的道路 整个把它建构起来 跟台南来接 这个对钢山 格雅陶将来的影响 非常的巨大 所以我们未来 今年我们是创全台湾最多 我们48所中英文双语学校 我们要在蛋白区 我们现在正在考量设置一所 从幼稚园到高中三年级 15年一贯的双语中小学 在蛋黄区 我们也要找一所 加上48所的双语 明年预计96所 自然抓好了 交通规划好了 教育办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张开双臂 尽量招商进来 所以我们在蛋白区 跟蛋黄区的教育环境 我们一定要做好 这个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到了最后的 锦罗密鼓阶段 我们相信 疫情过后 高雄市就要开始 重新接受新的挑战 如何让更多企业界 来高雄投资 这是真正的 我当市长我很清楚 卖水果 卖水产品 不管卖了多少 它整个占经济产值不高 可是对农民渔民很重要 但是对整个高雄市的经济 最重要还是招商引资 这一点 你顺经议员来报告一下 市长请针对新材料园区的进度 现在市政府掌握的状况如何 大连浦 现在大连浦 这个新 我知道 现在二截二环评已经通过了 我们现在安排千春正在进行中 特别跟议员报告一下 好谢谢 对不起 时间请暂停 因为目前距离我们上会的时间 只剩下几分钟 那今天的议程就延长到 国民党团发言完毕 再行上会 各位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 好 那我们就通过 好 那五党团结联盟请继续发言 主席 还有市长 还有副市长 各位局处所长 各位市民朋友 刚刚提到 就是你还要去桥头工业园区 然后很多人要招商 我还在这里跟市长 很在提醒 这一次的疫情 我相信网络大家看到 就是整个 我们整个对环境 反而因为这次疫情 地球反而得到休息 反而很多反省 我们到底要发展哪些产业 有没有过度消费 有没有过度工业化 这个是给我们的最大的教训 不要去这些最大行的 不要忙忙忙忙 大家要救很多事情 要救好多人 但结果要拼经济 就忘了 那个根本的问题 所以桥头工业园区 我们这次有议题 有提到 有关怎么 有机跟有机农场 30公尺有冲突 怎么去协调 他们能够共存 那么能够共存 就是你要把经济 又要经济 你不是要来 我现在散到大批地 要来我都都动这个贵宾 不是啊 它是不是高产值 它是不是低污染 低排碳 它的用水用电水 有没有做循环的计划 电自己有没有绿电的计划 它当然要增加这些的 所谓投资成本 它合不合乎它的产业成本 不合乎表示它的获利相当低 不是来投资就是什么 既然市长提到的 有这么多产业要来 很热络 你就好够人家 我觉得这个才是要提醒 市长这件事情 有跟桥楼工业园区 因为我们有去过好几次 南科他自己讲的 这个是上面硬交代下来的 他们的专业评估 是不合经济效益的 自长率就有38点几 他们至少都要5、60% 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 政治性的一个思考 多于经济的思考 当然经济我们希望 有很多的产业发展 但这个部分 我请市长在接受 这个厂商来的时候 问问它的产业特性 附加价值 它的环境负担 到底多少 这个是一定要把它放在里面 第二个也当时提到的 我们在谈到的是 现在要求的东西 太多了 地方政府连中央都做的 不一定能够满足 何况地方政府 但我们地方政府能做什么 那我在这里提到 现在的中央有提到的 国民党希望提到的发现金 也有提到以前的 比较以前的 1992消费券 那现在民进党的政策的 库碰券 那今天最新的办法 1000块 送500块 50% 原来是25% 但是还是电子支付 低收入 直接给1500 就直接给现金点数 有修改了 这些方案各有优先 发现金是好 流动性最高 但是可能拿来储蓄 不一定消费 消费券 有时候是全国的 有时候很多去百货公司 去save 反而地方政府的小农业 是没办法受益 coupon券 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它有陈述效果比较强 但是因为你要消费 所以使用医院相对比较低 那所以说我们地方政府 能做什么 电子没那么多钱 中央多少钱 111亿在做这些事情 以前的消费价要800亿 我们地方政府 打PPP安 我在这里再次建议 还是一样 这个地方货币 这个讲货币 其实它不是钱 但是它是有点数 有购买的 有很多种形式 针对疫情 真的是政府 我知道现在都很忙 对疫情 但有些单位 真的要静下来 严考会财政局 要静下来 去想这件事情 跟监发局 借三种的点数 就是可以强化 它是在 我如果发点数 你直接去小农 买可以飞 连锁店 传统市场 夜市商圈 真正能够照顾到 这些产业 促进他们的消费 而且我们是永续经营 我是借疫情 我来发点数 当然点数要准备金 那不是一次发 疫情过后还可以持续发展 这个才是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思考 不是头痛一脚 脚痛一头 不一定有用 之前刚上任的时候 也有人提市民卡 可是闹一闹 事情过 就算了 就没这件事了 这对城市经营不是一个永续 当然不是以前的方案 就好的方案 可以再修正 再思考 不用仓冲处处 人家来介绍 我们就用 也不是 要好好来讨论这些东西 不是鬼的魔豪 那我建议市政府 编列所谓的消费点数 这个点数当然是可以换现金 但是你用点数 它不一定会 我们希望造成它 点数能够流通很多次 再回来 而不是一次就是现金支出 所以对政府来讲 负担不会那么大 那透过市民卡来发行 那民众申请市民卡 取得点数可以在高雄消费 达到地方索困 那因为永续 它可以以后也可以用 那以后市民怎么样 有些我来高雄 那是高雄理讯给模式 我来高雄消费 我可能买五千块 你买五千块 我送你一千块的 做公车 做轻轨的点数 一来要消费 各来送你点数 购买意愿 他买了就是要这边用 他不用他退 也可以退八折 这个地方货币 全世界很多经验可以参考 那这样的话 借由疫情来建立这个机制 但是这个点数 你看中央库的预算是111亿 高雄如果20亿当准备金 你现在没钱 没有错 高雄没有钱 这个财务杠杠不是乱用 是我们用平均地钱的土地 要再售的话 你也跟高雄银行贷款 我用这个土地 我也没卖 要卖也没关系 本来平均地钱 重划地本来就要卖 你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 那议会也会支持 你提出来 那英行借钱 现在利息很低 所以政府要借钱 0.6 0.5 现在可能更低 几乎是现金 是等于没有成本 没有时间成本 没有利息成本 接近了 所以我用点数当准备金 我发点数 所以这些点数 我有现金当准备 可是点数出去 也不是出去一点 他就回一点 就给你换现金 出去二十亿点 可能回过头来 只有五亿 只有三亿点 这么真正的现金压力 可能只有要支出 只有三亿五亿 那这些有二十点 再重新 它有陈述效果 二十亿可能产生 可以三倍 五倍 它的陈述效果 那所以说 你要有现金准备 不是 不是这点的 临时性 上市高雄 点只是三个月 我只有五十万 用完都没有了 它没有永续 所以说好好去建立 这些东西 不管是平均地钱 或停车收费 交工罚款 现在你们电子 现在网络在传 48个电子收费 增加电子收费 我告诉你 今年的罚款收入 增加个两亿 跑不掉 那这些没有编列的 编列都可以当准备金 一方面也就在 也就疫情的经济 那第二个 我会建立一个 永续的一个发展 那我讲的 如果要永续发展 我建立先发行 但是百姓要来高雄 或市民 我自己也可以买点数 我买五千点 一千点 支持高雄的消费 我只能在高雄消费 那我买的时候 有什么又会 政府会送我什么 公车点数 轻轨的点数 现在 我投资一百多亿了 我每年投资 十亿补助公车 现在是没人这个 都低于一半 我怎么去 不只是旧而已 还是变成永续 那你来高雄多买消费件 我让你送过公车点数 不是完全免费 它还是有义务 它会不管是在地人 或者外地来高雄观光 它很乐于买这个点数 那就会支撑这个系统 可以对高雄地方经济的 一个再循环 这是一个 我想这个案例已经很多了 不管是瑞士 英国的Britz 都是已经有了 好几年了 所以说 这个技术 我也问过 一卡通 也问过Lipay 都是不是技术问题 是政策 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有没有这样的思考 我想这是一个 借由这个电子支付 也可以高雄港来发行 借纾困 建设电子支付环境 我迈向我们 后疫情的时代 那最早 大家也可以Google一下 瑞士最早 传统的一个地方货币 它为了对抗大环境 跟我们的疫情一样 也是当时 也会来到时候的 不管是疫情 或经济环境的大衰退 他们怎么照顾地方在地 不照到世界经济的 循环的影响 最近一直发展到现在最新 它也是变行动支付 就是说那个逻辑 是两套逻辑 第一个逻辑是 地方经济 怎么它的意义 地方货币的 对地方经济的优点 的建制 这是一个议题 那至于工技是资本的 传统资本 还是电子支付 就看现在的进度 现在科技的进度 可以电子支付 所以说你看 他们的传统的思考 到现在还可以再更新 表示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说我在这里建议市长 就是说 我常常讲 当政的人很没用 不管是市长 副市长 局长 每天要面对很多 所所随随的事情 民意代表的建议 或者很多突发状况 很难有时间思考 不好意思 我们民意代表 比你们更没用 更没用 我们自己要静下来想事情 可以帮市政静下来想事情 这些我们也想 也不是今天突然想的 想了一年 想了两年 再修正 再修正 再提案 我希望藉由这个疫情 我们不能应急 这是在房灾 房灾后 怎么建构 比较 透过房灾 建构比较长的 包括刚刚提的 经济发展 对 不是 房间是这样 大企业都来 污染 都是我们负担 环境我们负担 税收 现在财政税收 我上次讲过 他在投资多少 营业税贡献一点点 他的所得税 营利事业所得税 他的营业税 他的货务税 还是中央缴 所以中央把这个产业丢在这里 他只看他的中央税收 他不会看你地方的环境 地方环境要靠我们自己雇 所以说市长这些厂商 招商我们都很欢迎 但是好好检验这些厂商 他的本质 他的获益性 他的环境成本 谁来负担 他愿不 他愿不不 他愿不不承担 这样的环境成本 比我们现在的什么工业区 我看那个又有AI 敲落工业区 还有什么 还有航太 航太不是人物 四十五公顷 刚做吗 还没 满了吗 乱倒 你都不知道 黑白倒 倒是用臭的 桥头在我们看来 是用臭的 反而是怎么地方农业 在一个农业区的 工业区的整合 现在你们正在说明会 我觉得那个才是高雄的本业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把传统的产业 在地的产业 去扶植做好 把环境做好 把产业做好 可能更重要 所以说不要慌了 不要因为经济这些东西慌了 我们知道市政府面对这个 是很大的挑战 在我们做得到的部分 都愿意来支持 所以说我们建议 回过头来 希望这个疫情之后 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复苏 用点数 包括创造电视支付的一个环境 透过地方货币的一个 促进长期的地方经济发展 最重要 最重要同时带动我们大众运输 运量 否则你看我们支持 黄线一投资一千三百亿 到时又没人这边了 都是一样的意义 我透过一个政策 当我们一个政策 没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政策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我们就尽量采用这个政策 请市长开会订阅答会 跟这个桥头 跟所谓地方货币说明 请韩市长简单答复 非常感谢吴党级联盟的咨询 也谢谢吴亦正议员的咨询 非常有质感的一个咨询 值得我们反省跟深思 例如这个 因为你咨询的太精彩 我刚刚不小心把口罩拿下来 我才戴起来 对不起 我们这个货币 如果一次用20亿的规模 我担心数金额太大 但是我们愿意尝试 有没有办法 稍微低一点点的金额 刺激我们高雄市的消费 你提出这个是非常前瞻性的一个思考 让这个钱 花费之后在高雄市消费 使得高雄市的各个商业圈 能够繁荣起来 同时照顾到大众运输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 我跟议员这里保证 我们一定会研究 第二个 针对所有未来的招商引资 将来也没办法高价值 低污染 这一点 我们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注意 也跟议员来报告 第三个 跟李孙金议员再补充一下 我们大林普进入是二阶环品 目前正在千春之中的计划 我们正在进行 我知道李孙金议员非常关心 我们大林普的特别补充报告 非常感谢四位五党级议员 这么优质的一个咨询 市政府这边一定会参考 刚才所提到的 而且真正的会认真的去思考 如何在疫情过后 刺激高雄的经济 除了外来 新的投资观光客之外 我们这里本身能够让各行各业 得到一定程度的活水 跟经济的刺激 大量的 尽可能的消费 我想市政我们这边一定会 仔细的来研究 非常感谢 那五党团结联盟 咨询完毕 我们请范知青议员发言 谢谢主席 这个聪明的裁决 让我这个不参加任何党团的原住民议员 有一个机会 来趁这个疫情当中 来求教我们市长以及几位长官们 你们辛苦了 那近期的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百姓居民们都已经感受到市政府 在这个部分的努力 上次市长以及各地方的政府都很用心 所以你首先在这个地方 极肯定跟感谢 那基于原住民的议员 我当然也要表示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以下有四个方向 那待会就请市长或者是负责的几处首长 来针对小弟的意见做一个回复 第一个就是纾困的方案 不论是中央或是地方 白白总 很多的我们长辈或者是一些居民们看不懂 不论是开电视上或者是这个手机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呢 他们很担心会延误到他们的权益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不晓得市长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第二个 这个茂林区公所的区长跟代表会呢 非常地关心我们所谓的地方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防疫身心的健康部分 所以呢他们特别利用早上 就是每一到周日都每一天就对了 早上的八点一直到下午的四点 分别是有七公所跟代表会呢 值班轮流值班 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呢 小弟呢非常的感谢他们 但是还有一个必须要注意的 就是所谓的空那个漏洞的时间 就是下午四点以后 一直到隔天早上的八点之前 这个怎么办因为有很多在防疫期间 很希望能够到原乡部落地 透透气的人大有人在 他不一定是在上班时间或者是假日 也会利用这个时段偷跑 那我们公所或代表会 没有充分的经费去调派资源的情况之下 应该如何因应 第三个那防疫期间 这个因为现在是正此枯水期 河川的那个水位非常的低 几乎低到连这个膝盖以下都可以出来了 都可以看得到 因此会造成很多的一些游客 大型小型车辆直接长驱直路到不知名的地方去 那这样子的话 它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危险 比方说 这个水质安全的部分 因为那个油 机车的油 有时候会漏很多的这些机油 或者是说他们所带来的垃圾 不管是他们带去的 或是他本身的废弃物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到大自然的 那个环境的影响 但是没有人去管 那你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最后一个是 在这个防疫期间 游客进出平房的当中 不论是白天或夜晚 都会骑自动 那种车子都是改良过的 病床车也好 那声音非常的吵杂 也相对的会带来很多的污染 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办 因为百姓已经很不耐烦了 甚至于他们要求我说 是不是应该给他封啊 不让他们进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师傅单位 不小心哪个部门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回应给我们 好让我们跟居民们 请跟他们做一个说明 以上这四个简单的答案 麻烦市长看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来应对 谢谢 谢谢范议员 我们请韩市长简单答复 谢谢范议员 对原住民地区所有的纾困 我会责成我们原住民委员会 然后以及金发局 直接到范林 桃园 纳玛夏 直接面对面跟你的族人报告 这样子会比较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经费的问题 我会责成 我们原住民委员会 跟范围区来洽谈 在防疫期间 要多再调度多少钱 这一点我们也愿意 我们来 面对 谦虚面对这个问题 帮范围区 甚至包括桃园 跟纳玛夏 第三 枯水期环境污染 以及晚上噪音 甚至衍生了 有没有环境 治安的问题 我会请警察局 责成所有范围区这边 这个风景区 晚上摩托车 请警方来加强取缔 还给居民朋友 一个安静的环境 那应该很快 原住民委员会跟金发局 相关的部门 就会到范围区 做一个专案报告 而且也绝对不是光茂林 还有包括桃园 纳玛夏 再者 我最担心原住民朋友 很多东西只会生产 不会贩卖 所以我鼓励我们原住民委员会 针对我们原住民区 所有生产的这些产品 农作物等等 主动跟一些生物科技 或者这些原材料的 股票上市公司 我们直接写信告诉他们 还有一些大厂 我们直接告诉他们 我们有这些 那这个就可以帮原住民朋友 除了生产之外 还有一个销售 这个才真正能够在经济上 不光是现在 疫情过后 让原住民朋友的经济上 能够得到某一种程度的改善 所以让我们难以接受 例如爱遇 这么多的爱遇 每一次卖就头痛万分 这个将来我们要考量 怎么分散他们的经济作物 还有一个帮他们卖 这一点我都已经交代了 特别跟发言员报告 谢谢 接着我们哪一位议员要发言 林雨凯议员请发言 好谢谢那个武党团结联盟 给我们再多了十分钟 那我两个简单的问题想要请教 第一个是劳工纾困的部分 第二个是我们商圈振薪 我们现在知道市府的方案就是补中央不足的方案 所以提出了暖心计划 针对失业劳工去进行这个 临时工158元最高80小时三个月的这个方案 但是我必须要讲 现在有很多的状况是 临时工 他是领时薪的 或是他是自营者 他根本没有营业登记 他没有办法所谓满足所谓叫做失业劳工 他的确是工时有下降了 但是他不符合东央跟地方的法规 我举例就是他卖杂货的这些小摊贩 他做首创的这些业者 他在做果园打工的这些园丁 其他小店帮忙的临时工 他都没有在这个方案里面被纾困到 这个部分我请市府真的要来留意到这件事情 当然我也是呼吁刚刚那个范世青议员的这个见解 现在的方案太多了 八百块 真的不知道要用第一块 所以应该要有一个单一的窗口 去受理这些劳工的疑惑 不是哪来打议员服务处 帮他每一个个案去 去帮他排解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钱从哪里来 因为刚才那个软薪方案 听说是编了大概三千多万 那第一次本来要召开临时会 其实有一个启动灾害准备金 八千九百多万 他是要拿来做大型场域收治的 但是目前的疫情状况来看 我们并不需要这个大型场域的收治 所以这笔钱 是不是能够真正拿来帮助 能够照顾这些弱势的劳工 以及社福团体现在募款都非常的困难 社会局这边也没有多的裁员了 这些社福团体如果没有办法撑过这一关 接下来弱势的族群的灾难才刚开始 那我接下来就是庶民经济的部分 我们的火车站附近的商圈 不是现在才要纾困 它已经在铁路地下化工程过程当中 承受了七八年的交通黑暗期 这个游客进不去 因为被铁皮挡在外面 结果我们每年给他们的预算是多少 28个商圈每年津巴局400万的预算而已 台北市39个商圈1800万的预算 这对我们高雄的商圈来讲情何以堪 特别这些火车站附近的四个商圈 他们根本没有受到认可的援助 从前朝到现在基本上就没有 所以我现在是请问 你们现在不做就算了 还把人家常民商圈的牌楼 在三月松的时候 莫名其妙去拆除 人家生意不好你还拆人家牌楼 而且没有跟商圈充分的沟通 这一点请经济发局回去 我已经跟局长沟通过了 保留原位置 做新的入口印象出来 好那最后我具体建议 我们铁路教育预算总共有109年度 101亿 只要拿出千分之一 就有一千万可以花在商圈的使用上面 对他们来讲工程费千分之一而已 对商圈会帮大忙 请市长看到这个部分 谢谢 好只剩下两分半 我简单的尽快说明 第一个我还是必须要表达 在议会里面没有个人质询 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不管你有没有党团 你都应该要尊重每个议员背后代表的名义 希望说未来每一次的咨询机会 都还是要让每个议员都可以有发言的权利 那再来就是刚刚市长其实你提到说 在社会议员在说学校要不要开放的时候 你拿这个敦目资讯舰队 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举例 你这样其实是让民众会混淆说 是不是这个所谓敦目舰队 这个也是本土的案例 但其实不是 它是特殊处理的 你这样会让民众混淆 希望说你说法要精确 不然只会制造民众的恐慌 那再来我想要问的就是 因为其实这个投开票所只剩下 每个学校只限制两间 这个我第一时间想到 就是所谓的防疫问题 既然要让民众 希望说可以分散人潮 应该是要广开 或者是说用其他的方式 让这个防疫可以做得更好 而不是让人潮更集中 这个绝对会造成防疫的问题 我相信教育局这边 应该也有非常好的防疫的观念 卫生局也会跟教育局沟通 那为什么这种时候 会让教育局做这种事呢 所以这边具体的诉求 就是希望市长 可以请教育局撤回这个规定 不要有所谓 每间学校只能开放 两间投开票所的规定 可以做到吗市长 请市长针对两位议员的 那个询问答讯 可不可以先回答 不然你稍后再回答 我还有想要讲的 就是再来就是 等一下要针对这个问题回答 再来就是所谓纾困专线 刚刚其实于凯有提到 现在有白白种 不知道市长知不知道 总共有几种 算了一下至少有17种专线以上 那民众他们要打进来 每个人都不知道 变成每个议员服务处 都成为一个统一的窗口 那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市政效率 一个很好的方式 希望说可以看是不是 金发局财政局 还有所谓所有的跨局处 都统一有一个窗口 来告诉民众说 这个应该是哪一个局处负责的 而不是大家都打到区公所 最后都有区公所的急难救助金来补助 最后区公所马上预算就没有了 结果其他局处还有钱 但是因为民众不知道 应该他要连接到这个窗口 希望可以统一一个窗口 那接下来就请市长告诉我 可不可以撤回两个投开票所的规定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林议员跟黄议员 这个咨询关于这个窗口 韩市长对不起时间到了 我们请韩市长是不是 详细的书面答复 以及在我们市政府开记者会的时候 详细答复两位议员的询问 那继续我们请国民党团准备咨询 请准备 请问国民党团准备好了吗 还没 等一会 好了吗 好的 继时请开始 国民党团请发言 谢谢 谢谢主席 我想刚刚听到民进党团的咨询 我们国民党团在这里 好像非常非常遗憾 我想针对这次的临时会的主题 我们是要防疫 还有事后的一些纾困 为主题 让市府跟市长 来跟我们市府团队 来跟我们高雄市民 来报告 那我们要想让我们民进党团 结果 贾借关系防疫 然后行罢含指使 我想利用临时会来做这种政治操作 我想非常非常的不妥 我想我们的高雄市民 要听也不是这个 如果是针对事情 今天市府做得不好 你如果把他这顺 给他监督 我相信我们的市府团队都会虚心来接受 不要什么的 好好的将来不要转到你韩国的韩市长 不要的什么都会控制到你了 我想我们一个家里的市长 还有三个副市长都是部长集的 所有的局所长都是这么优秀 这么勇气的团队 我想这一年多来 有很多市政政策 包括路贫 路贫 或是拆路桥 地下道 清衣水工 我相信 他的效率真的都提高了很多 你给他报告最近的幸福团就好了 我们利用十天 把全部的幸福团清衣完成 我相信这种效率 是值得我们给市府团队鼓励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技术天里面 不管你是哪个政党 哪个党派 是针对市政 不要一切都是在黑市长 我说不管怎么样 他没有公勒毛 抠勒 我想这么认真的市府团队 我们一定要自己鼓勒 要作为他最坚强的后盾 我想包括这次的五万肺炎 我们的高雄市政府团队 我相信他也是都做超前的准备 包括事后的一些纾困 我想也很多的方案 也都有出来 那我想地方的资源有限 中央的资源比较多 我在这边也呼吁我们中央要多补助 在防疫方面宿库方面 给我们高雄市府 不要要重视高雄 不要高雄人当作是赤等公民 以上 谢谢主席 我很想看看 今天我们的大字报写的是 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相关专案报告 但我们很遗憾 我们今天看到民进党团 那么多人却没有给我们市政府一个量测 和一个防疫上的咨询 我们非常遗憾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议员 在议会上拿出自己的专业 和市民的请托 来到这个议会殿堂上 反映出我们地方上的所需求 所以我请在这边呼吁民进党团 请看好我们的专案报告 请不要偏移主题 拿政治操作 谢谢 我想今天我们这个专案报告 市长市府团队要展现出来就是 守护高雄防疫优先 所以我们国民党团会针对于 到底市政府如何超前部署 如何防疫 未来如何纾困 怎么样让高雄市民生活在一个安心 安全的城市 这是我们想要听到市府这边来表达的 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高雄市超前部署的情况下 我们已经把高雄市目前的状况控制得很好 但是很遗憾的 在发生了这个敦目舰队之后 本来我们也以为说 应该已经得到了一个很有效的控制 但是居然昨天又发生了四个案例 而这新增的四个案例更是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市民非常的担心 到底未来中央跟地方之间如何针对于这些防疫的部分 如何来努力 我想我们也要呼吁所有的党团的人 目前对我们国人对高雄市民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防疫 我们中央跟地方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我们要如何让中央跟地方携手合作 请韩市长告诉我们 现在市府的超前部署 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在第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 感谢市府团队 感谢所有配合的业者 感谢所有的高雄市民 在这个艰困的时刻 我们必须努力撑下去 让这些疫情能够完全的不存在 我想市民才能够安心 所以我想请市长 是不是要简单的先针对防疫超前部署部分 让高雄市民安心的部分 你简单说明一下 请韩市长答复 非常感谢国民党团的咨询 真的是非常关切 高雄市民朋友的健康 经济发展环境等等 但我这边先补充一下 关于高雄市政府的纾困 窗口太多的问题 刚才前述的议员 我们尽可能把它会浓缩成单一的窗口 让大家纾困的时候 不要太多电话去打 让民众搞得头都昏掉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一点我们愿意从善如流 针对上面两位议员的咨询 补充报告 防疫超前部署跟国民党团队议员报告 我们是1月25号大年初一开始 基本上卫生局没有休息过 大家可以看这整个三个多月下来 卫生局的工作压力 还有民政局的理干事 还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将近我们特别担心就第一线 高风险的这一群 他们的工作压力是非常的巨大 我们为什么敢说我们很多超前部署 第一个我们成立了一级开设 第二个不管是针对所有相关的事情 我们通通都是抢在前面 包括要不要提大型的收治场所 这是我们第一个提的 纾困也是我们第一个提的 包括上个月四月底提出平安演习 我们也是第一个提的 很悲哀很难过 只要是高雄市政府提出来的超前部署 就会有人唱衰 就像刚才曾俊杰总召讲的幸福川 十天清理的干干净净 马上第二天就有人唱衰 有落叶 现在我们副市长 李四川副市长昨天到了铁定 看这个大牌 二十多年没有人清理 我们开始清理 我跟大家保证 马上被唱衰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超前部署 为了下一阶段的经济 我们又开始超前部署 刚才有一位议员说 我们第二个预备金用那么多干什么 我跟大家报告 除了防疫各种建设 因为今年我们判断 会下大雨 所以今年下大雨之后 高雄的水灾再起来的话 我们去年六十八个淹水点 我们只有把它治疗好的二十二个 估计两年高雄淹水会解决 可是时间还不到 所以我们现在很恐慌 如果一旦下大雨淹水怎么办 所以我们去年清了水沟 清了三千多公里 把所有的淹水点 把它尽可能调整好 治理好 可是我们没有把握 会不会再淹水 因为还有三四十个点 还没有治疗好 我们地下的湘寒破洞 有一万零五百个破洞 一万零五百个破洞 我们一个洞一个洞 把它补起来 我们到了岗山 看到这么多淹水 为什么老是淹水 把那个敲开来一看 才发现 两个水管没有接在一起 两个水管没有接在一起 所以它永远淹水 像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超前部署 现在还有一个 怕马上来 另外登革热 如果今天高雄 又有新冠肺炎 又有登革热 又有汉塔病毒 在淹大水 如果在家治安不好 谁要来高雄 没有人想来高雄 所以这个城市的形象 这个城市的所有 每一个工作 我们都要抓紧 让人家感觉 高雄是治安好的 天气好 东西好吃 环境优美 交通方便 而且防疫工作做得很棒 人家才愿意来高雄 所以我们市府团队很紧张 你要说你这个 为什么那么紧张 你看卫生局局长 我们林局长才干了一年 满头百发 因为我们这个体力 息地付出太大 唯一就是每一件事要做好 现在防水也在超前部署 治安也在超前部署 经济也要开始超前部署 迎接下一个阶段来高雄 投资的企业家 以上跟国民党团报告 谢谢 这个新冠肺炎 造成我们台湾的经济百业萧条 我们各行各业 哀鸿遍野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当然在我们高雄市 有重大的 也有我们的农业 漁业 还有我们的工业 都是集中在我们高雄市 所以针对中央的疫情纾困 并没有照顾到整个全台湾 甚至我们高雄市的一些产业 所以在整个这个 这些纾困方案 尤其在农业 那我们庞大的农业 现在我们的农民面对的 这个疫情纾困 那大家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困难点 就是我们高雄市政府 除了中央的一个 疫情的纾困以外 我们高雄市政府 还可以做得更多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农民 尽快来脱离这个困境 这个苦境 再针对我们的一个 运销的一个补助 以及我们的一个销路 通路的一个补助 以及打通以外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 韩市长这边 还有什么因应的作为 等一下也请 我们韩市长来做提出来 在针对渔业方面 当然中央也针对渔业 在整个我们渔民作业 渔民出海作业 它订定在你的一个保险 两万四千元以下 那大家有没有想到 我们的渔民 长期在海上作业 两万四千元 是刚加入来作业的 这个渔民 它才是两万四千 可是它劳保 到最后还是会调升 所以真正看到 这个我们的渔民 它要来争取补助的 根本都没办法争取补助 光是两万四千元 限制 它这特别抓它 一天它的虚保 到刚才两万七千元而已 老早都已经超过三万元以上了 可是他们这些困苦 中央政府有听到吗 还有养殖业一样 在整个养殖业 我们高雄的养殖业 因为我们这个疫情关系 造成的一个销路 外销 甚至在我们国内的一些餐厅 重大餐厅 它也等于有一些渔货产品 它的销路也大减 所以在这个养殖业 它的一个补助 它又针对 要有养殖登记证 那光是林园那边 都是鱼苗虾苗 很多因为水泉问题 根本没有养殖登记证的 这个养殖户也是很多 那他们也被排除在外 所以这些中央 它订定的 它也没有考虑到 地方的一个 它的一个特别的 不同的一个现况 所以在这里 在农民渔民 以及我们的劳工这方面 我们也希望说 是不是中央政府 要听取名利来发现金 这个现金发放 可以让各行各业 所有有需要的人 都可以来使用得到 再加上我们的弱势团体 边缘户 低收入户 有一些比较贫困的 那真正它要使用 那中央的法令 它根本 它就也没有办法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请教我们韩市长 针对我刚刚本期所说的 那怎么样来让我们 高雄市的各行各业 来脱困 这个纾困方案 也请我们韩市长 来做简单答复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 非常感谢王耀玉议员 对于农民渔民的关切 那我们都了解 经济产值农业渔业不高 它是对农民渔民 影响非常非常的重大 所以刚才也跟大家报告 在这么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 我们争取外销 像今年我们成功的登陆了 阿拉伯世界的杜拜 然后我们也协助我们农渔民 争取亲征认证 都是为了下一阶段 往东南亚国协 像印尼 像文莱 他们是伊斯兰教的国家 所有我们的外销 都要经过亲征的认证 另外我们凤梨开始忘记了 我们鼓励 所有的读书的小孩都知道 中午吃完中午饭 有发的水果 不是一个柳丁 就是一根香蕉 没有凤梨 因为它们要节切 所以今年我们鼓励 只要你买一万元以上 高雄凤梨 我们就鼓励你 像这些都是一些方法 你跟大家报告一下 去年2019年 我们高雄市的水果外销 相当不错 有几个成长的数字 像以新加坡来说 我们大概年屋就成长了 莲污 拔拉成长了百分之两千 莲污大概成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七 那像凤梨 玉和包各方面 销度都相当不错 鱼也销度得非常好 可是今年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像去年这么好 可是我们还是在争取 也跟网约预言报告 现在石斑鱼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外销 因为我们卖东西很怕 很怕就是你没有外销支撑 然后就在内销市场价格崩盘 价格崩盘以后 最伤害的就是产地 所以我们希望一个黄金比例 百分之三十外销 百分之七十内销 这个目标 高雄市政府农业局 还有渔业局 绝对不敢忘记 我们一定会去冲这张订单 那这样的话就是保障农民跟渔民 接下来您刚刚讲的产业的纾困 后续 我们现在在疫情的时候 真的 我们一切的作为 就是希望下一步 能够飞跃跟跳升 所以我非常重视教育 我希望高雄市的教育 能够做得很好 使得所有企业家来高雄投资 他的孩子 教育问题 高雄市政府已经帮他解决 还有高雄市的医疗 也非常的棒 所以我们才会思考 香港村或国际村 因为如果香港的移民 要离开香港 可能选择欧美 可能选择台湾 如果来了台湾 欢迎来高雄 包括马来西亚 有一些华侨 如果华人他想移民 可以选择高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请都发局 已经开始宁定下一个阶段 高雄的国际村 让这些欢迎来高雄移居 为什么 因为去年 香港人在高雄买房子 买了131栋 131栋 我们没有做任何广告 他们自己来 今年我们准备强势出局 我们要向香港 马来西亚 打广告 告诉他们高雄有多好 像这个都是为了下一阶段 经济跳升 把治安工作抓好 把环境搞好 把所有可能的传染病控制好 然后一套有效率的政府的施政 所有的商人进到高雄市政府 都觉得得到温暖的服务 再加上把教育搞好 我们把环境都做出来 这个在疫情过后 整个经济 我想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正在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也谢谢国民党团队议会 跟我们市政府这边 做最强的后盾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高雄经济赶快冲起来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本席针对我们原住民纾困就业的议题 就教于我们的市政府 也就是在我们劳动部 在防疫期间也推出一个 安心及时上工的计划 刚刚开始推行的时候 因为这个条件非常的严苛 以至于我们在三个原乡 那马下桃园跟茂林 总共申请的人 就两个人可以通过 也就两个人符合资格 我们的市政府在4月30号 也提出了我们的暖心计划 我们的中央安心及时上工计划 也在各级的民意代表的法令之后 从善如流 修改了一些规定 也就是针对我们的原乡地区 以及离岛地区放宽标准 在刚才我们市长在报告的时候 有提到 我们都会区还有1400多个 我们防疫就业的这个名额 我想请我们的市府 能够在各就业中心 能够释放出一定比例的 原住民的这个名额 给我们居住在都会区的原住民 也能够去就业 第二个我要问的就是说 自从我们防疫期间 当然我们原乡 也配合我们市政府的政策 停止了一连串的官方的这个活动 包括我们的水蜜桃剂 水蜜桃路跑 赏银记 达尔记 这些活动 我们都已经停止了 就是为了配合我们的防疫的工作 很可惜 今年我们的观光局 已经通过了 就是我们原住民地区 可以用这个结构安全鉴定的报告 来申请我们的民宿 是可惜今年 因为官方都没有办活动 所以说冲击到我们的观光的产业 我希望说在我们的疫情复苏之后 市政府能够振兴我们纳马夏 原乡的我们的这个观光产业 第三个我要谢谢市政府 我们的农业局 严明会 还有我们的区公所 在水蜜桃盛产的期间 成立了一个平台 让我们高雄市的市民 能够用网购的方法 能够让我们农民的这个水蜜桃 消出去 也欢迎各位广大的市民 永远订购 谢谢 市长 市长还有所有的市府团队 我想 我只是从早上听这个民进党的质询到现在 我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同样的高雄的市民 同样是高雄市议员 对事情的看法 是如此不同的判断 尤其对我们市政府所做的事情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 那我想 最近我们市政府所做的事情 是市长市民有目共睹 也听到非常多的一个赞美的声音 但是对于今天早上 提到的 冰推啊 封城冰推啊 我想 本席必须在这里 对我们高雄市民 做一个很清楚的政听啊 因为讲到冰推 没有人会去深入的了解 然后都当成是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 一个 演练 但是呢 其实事实上了解 我们只是市政府 在高雄市的凤山 还有林亚区 做了一个冰推的防疫的演练 但是呢 这在动用的人事上是各区的区长 以及防疫的人员 所进行的一个 纸上的演练 也有实际的道具 都来做一个演练 事实上 照今天早上 我们民进党所说的 冰推 它才真正造成 市民的恐慌 其实这个是一个 非常正常的一个防疫演练 而且这个是 市长你在 最早的时候 当我们有疫情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做一级防疫的 所以今天我们高雄市 会本土的疫情是零确诊 但是防疫的成果 从哪里看得出来 就是从你的本土的疫情 的结果 才是我们真正防疫的结果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高雄市本土的疫情的确诊数 是零 这是我想全台湾的人都知道 也知道我们高雄市的防疫 做的滴水不漏 那在这里呢 我觉得 必须要让我们高雄市民了解 市长的所谓 冰推不是封城啊 封城冰推 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情 我从开始到现在 我没有听过市长说 封城二字 但是被曲解 被污蔑为 你要做封城冰推 这几个字 造成市民的恐慌 其实市民哪里会了解 什么叫做封城 只听到封城两个字 不知道冰推什么意思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在这里向我们高雄市 所有的市民说清楚 我们做的事情 市长所做的事情 只是一个防疫的演练 而且防疫如作战 当然叫做兵推啊 所以我想这个要向市民证明 然后另外一点 我想市长也做一个说明 就是说 现在纾困的这个政策一大堆 刚才你的报告我清楚 有中央到地方 那民众也是不傻傻 我们高雄市政府 可不可以建立一个窗口 就是说 让专人来协助辅导 给市民最大的协助 一个单一窗口 这本席在这边做具体的建议 另外呢 疫情重创我们高雄市的观光旅游 不少的饭店餐厅 因此呢 都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 而且歇业了 那市府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来做一个因应 在这边向市长 请市长答复 谢谢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 陈信金议员所关切的纾困 在原住民区 请跟陈信副 陈信副议员 特别来报告一下 你不用来 我们过去 我们原住民委员 跟金发劳工会去那马下 跟直接原住民朋友报告 所以不用你们来 我们主动会过去 跟你报告一点 是这样子 另外 原住民区的观光 我们还是鼓励人去 自己防护好 自己就好 我认为原住民地区 可以说山高水美 人又温和热情 是非常值得观光的 我们深具信心 跟陈信元 特别来报告 陈信元讲的太有道理 我觉得高雄市政府 我们要零零种种 结合起来 就叫纾困中心 那透过这个纾困中心 再散到社会局的 金发局的 劳工局的 那一般民众搞不清楚 你只要记纾纾困中心 一个就好了 进到这个纾困中心 就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这一点回去后 我们立刻来办理 然后向市民朋友来宣导 你有经济上纾困的困难 欢迎打这次电话 那根据你个人职业别 还有家庭等等的需要 纾困中心 再来告诉你 帮你先人指路 指一条路怎么去做 这一点同意 同意员讲得非常好 至于封城 封城 封城 我们已经讲了七遍 连续七天 还是有人说我们封城 如果您不澄清 明后天开始 又再讲我们封城 我要跟同意员 还有国民党团报告 整个媒体对我们高雄很不公平 太不公平 同样的这个预言 基隆办了没事 台北台中办了没事 高雄一半被修理了满头包 我不懂 我们让中央地方部门跟部门之间在遇到社区感染或者大楼大厦感染如何协调各单位顺便唤醒民众还是不能上市警觉做了这样子一个所谓社区感染的兵退 我们何错之有 我们没有错 那为什么要被骂成这样子呢 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就回归到一个问题 我们做这些事情 我们的心是不是放在高雄市民朋友的身上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为了高雄好 为了市民朋友好 我们问心无愧 至于有心人去扭曲 去歪曲 对不起 是他们的水准太差 是他们心太可异 我们市政府该做的事情一定当仁不让 谢谢 所以我们也很遗憾 也很痛心 今天临时会本来是以防疫张案之名 居然被人家拿来当成是一个政治霸凌之死 我们这么觉得 今天有看到民进党团针对防疫之事讲了哪些吗 有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觉得还蛮可惜的 那也借这个机会 谢谢所有在第一线的所有工作同仁 包含我们卫生局卫生所第一线同仁 包含警察局 警察我包含派出所 还有我们警察局 我们行政组 还有所有民政人员 民政相关体系 所有跟防疫有关的事务同仁 谢谢你们 你们的辛苦 我想市民朋友都有看到了 但是我不知道次长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我们都在防疫的同时 当我们都在书郡的同时 当我们都在帮市民把关安全的同时 有一个人来到高雄市 把我们每一区的指挥官全部调去开会 包含民政客的客长 一开就是一整个下午 我们的防疫有了漏洞 我们的指挥官被抓去 被邀请去开会了 开什么会 又是一个政治事件 又是为了要选举 所以这件事情 我想市长这边可能 您也知道 那我觉得这个要严厉的去谴责 当高雄市政府 在积极超前部署防疫的同时 不只是新冠肺炎 还加了一个 不要忘了 高雄还是一个什么的大本营 登革热 当大家超前又超前部署了 部署什么 除了新冠肺炎以外 我们还加上了登革热的 一个防疫的部分以外 这些人在干嘛 民进党的议员你又在干嘛 不要去抹面所有认真的 这些人的作为 跟各位报告 六都啊 全台湾六都里面 高雄是唯一一个 没有本土案例的 那个新冠肺炎 没有本土案例的一个地方啊 有人说 市长你在制造恐慌 你在制造恐慌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你到底制造了哪些恐慌 你要不要去帮忙说明一下 还有一个 刚刚二倍金的部分 有人提到说 你用了80% 用到哪里去了 我想你也可以 借这个机会来说明 请韩市长答复 请市长简单答复 谢谢李亚金议员的咨询 我跟李亚金议员报告 跟国民党团员报告 我们绝对无意制造恐慌 如果没有敦目舰队 这个突然插进来的话 事实上 大家已经都感觉到 这个疫情完全趋缓了 这是一个思考点 第二个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周边 号称几十年来 最干净 最卫生 最安全的国家 都陷入了紧急状态 日本跟新加坡 这个是完全颠覆了 我们的思考 怎么日本 新加坡会进入紧急状态 是不是他们哪些环节 没有注意到 该注意 未注意 使得疫情产生破口 第三 如果我们自己 犯了同样错误 当注意而未注意 造成高雄市 传染产生破口 请问 谁敢负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绝对无意制造恐慌 我们是希望市民朋友 在疫苗发明之前 估计 全世界公认 大概六个月到 一个一年之间 疫苗会发明 疫苗发明之前 我们能够把疫情控制好 这一点跟国民党团队议员报告 我们一起来加油 努力 谢谢 好 谢谢韩市长 那 第四次临时会 议程到此结束 本席宣布上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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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